交通部内政部警政署历经半年宣导 2月1日凌晨临时起 全国警政单位同步进行为期三天的大执法勤务 后座乘客若微依规定系上安全带 最高将备处以6000元罚还 在一般道路开罚是1500 在高速公路是3000 开罚是驾驶人 不管他后座坐几个 驾驶人就开罚1500 在高速公路就超过3000 交通部与警政署今日盛大举办 小行车后座乘客强制系安全带大执法宣示行动记者会 现场由台北市交通大队以及一郊计程车示范状况距 实际间车在影片上便有请吉安车带的接触 依规定已经计划放私的义务 我都已经挂活了 若计程车驾驶已经使用文字图画 口头或语音播放的方式告知乘客 乘客若依然没有系上安全带 将会是个别处罚乘客 根据警政署统计 未系安全带的致死率超过系安全带的3.6倍 如果不希望荷包失血又注重安全的国人 赶快检查一下自家轿车的后座安全带设施吧 台湾情报记者李婉如 郭庚如采访报道